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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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别是两个小腿模块两个大腿模块 还有一个腰部的主模块 附赠了4根链线来进行每个模块之间的沟通 还有一根USB Type-A到Type-C的充电线 还有就是一个绑带包 分别是两个小腿两个大腿 还有一个腰部的魔术贴绑带 给自己进行一个简单的组装 在最近的一次固态更新中 它小腿上的距离感应器 是可以做到一个脚背的跟踪 如果你把它绑在脚踝上面的话 它每秒的跟踪速率也从50帧 达到了基本是差不多上百帧了 它用的塑料不是很耐脏也不是很耐滑 但是确实是挺结实的 然后左边这就是Type-C的一个充电口 组装好后是这样子的 但是因为它大腿的绑带很滑落 所以我自己买了一个护膝 把大腿部块装了上去 把全身装上打开它软件之后呢 左边有三行 分别是检查SteamVR的设置 蓝牙的设置 还有Calibration 也就是校正的设置 一般来说你电脑之后打开SteamVR 第一个默认的会开启的 然后的话就是连接它的蓝牙 。 。 我之后就是校正了 。 那它其实是在软件里面也可以做到游戏内的自动校正 其实在这页面 它在软件页面就可以看到 它又有点小人 已经是和现实里面的跟踪器同步了 然后回到我们的WearChair 打开菜单 这里会有一个Calibrate FBT 点开之后 要把脚 还有身子 就对上的模型 然后双击 也不双击 就是点一下左手和右手的扳机键 它这就绑好了 还有一件事就是 你的模型的头身比和现实的差别可能会很大 这样的话你就得在设置里面调下它的角色身高 这样看起来会更自然一点 手和腿 有点太矮了 然后这个就是全身的效果 但是这一种手的币 就好看起来 对 这个好看起来 你就不会写不见 这个好看起来 我会尝试 因为这种好看起来 我会尝试 你会尽 我会尝试 我会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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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